Hello,大家好,我是佳文 今天呢,我要来和大家分享一款我很喜欢的爱多美产品 就是这个爱多美的Celium Hust 车前子壳膳食纤维 注意哦,是纤维 这个字读纤维 很多人读错了,读成纤维 是错的,记得哦,是读纤维 好,我在上次我买的时候呢 是在韩国的网站买的 那现在Malaysia已经有上架了 如果要买的话就会更方便 那它这个一盒里面呢,是有30包 这样子的包装 OK,一包是有5g的 那什么是车前子壳呢 车前子壳就是野生的车前草的种子的壳 我们就叫车前子壳 它是含有水溶性和非水溶性膳食纤维的 那什么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呢 就是能够帮助软化我们的分辨 然后增加我们的分辨粘度 就是不会像羊的大片这样一粒一粒的 然后什么又是非水溶性膳食纤维呢 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 让它更勤劳的做工 还有增加我们的变量 就是增加分辨的size 不会排那种像一条一条小小条的 而是很像香蕉的size这样的 那这两种膳食纤维呢 它是要同时摄取的 才能够发挥到作用 就是吸收我们体内的水分 促进肠道蠕动 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排便更加的顺畅 那车前子壳呢 它是同时拥有这两款膳食纤维的 所以它在全球是非常广泛被使用的一种膳食纤维 好那现在我就要和大家分享 车前子壳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当它遇到水的时候 它会膨胀40倍 所以我们在服用这个车前子壳膳食纤维的时候 一定要喝很多很多很多的水 它才能够发挥到它的作用 不然我们喝进肚子里面 身体又没有足够的水分 它就不能够发挥作用 反而会让我们的排便更加的困难 所以记得一定要喝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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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 那市面上有卖很多种的车前子壳膳食纤维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爱多美的呢 好第一个原因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 它都是有一个很好的配方 比如说这个产品 它的主原料是车前子壳 它还有10种辅助成分 就是西洋梅 蔓越梅 蓝梅 野鹰梅 欧洲月菊 胡萝卜 菊菊 卤灵胶 南消化 麦芽胡金 和木槿 好你们看到这10个成分里面有很多都是梅子 所以这个车前子壳呢 它的口味就是很像梅子 berry香的味道 那这10个辅助成分呢 除了能够提升这个爱多美的车前子壳的口感之外呢 还能够帮助它达到更好的作用 好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爱多美的车前子壳膳食纤维呢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呢 都是经过很严格的原料生产工序 就比如说这个产品 他们拿到原材料之后 会经过两次的筛选 筛选掉 过滤掉那些土壤 或者是农药 或者是金属异物 然后才进行粉碎 粉碎完了会杀菌 杀菌之后 再检验这些可力物 才进行填充 包装 包装完了之后 再检查多一次 成品才出货 所以在这么严格的程序之下 你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去担心说 里面还有残留任何的杂质 或者是重金属成分的 好第三个原因 爱多美的车前子壳膳食纤维 是不含任何卸药成分的 我们都是采用天然成分的萃取物制作而成的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你喝了之后会卸肚子 是不会的 只会正常的排便 所以爱多美的车前子壳膳食纤维 是你绝对绝对绝对可以安心选择 安心服用的一款膳食纤维 那什么人需要喝呢 第一有便利问题的人 第二需要摄取膳食纤维的人 第三因为减肥或者是饮食不均衡 导致你排便困难的人 第四你排便完了之后 感觉还排不完的人 这些人都需要服用车前子壳膳食纤维 那什么时候喝呢 建议在早上喝 因为我们喝了之后我们要补充大量的水分 所以你在早上喝你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去补充水分 大概要补充多少的水分呢 就是超过你的重量乘以50ml的那个水分 比如说你是50kg就是50x50ml就是2500ml 你要喝超过2500ml的水才算是足够的 那除了早上喝那些想要减肥的人 你们可以在餐前喝 就是你喝了之后你有饱腹感 你就不会摄取更多的卡路里 我们不建议在晚上喝 因为你晚上喝了之后你没有时间去补充那个水分 它就不能够发挥到作用 好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喝 有两种方法 第一直接喝 可是直接喝的你要注意 一定要先喝一口水 不然的话它会卡在你的喉咙 所以你要喝一口水 然后把它撕开 倒进嘴巴 配水喝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平常我们比较推荐的方法 就是你准备 大概150-200ml的水 然后把这个撕开 它是粉状的 然后倒进去 搅拌均匀 然后马上喝 因为它是会膨胀40倍的 如果你没有马上喝的话 等下就很像jelly这样子 就会很难喝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就是梅子的颜色 它有berry's的味道的 好最后最后温馨提醒大家 你们喝了这个测甜子壳膳膳食纤维之后 一定要喝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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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 才能够发挥作用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看到这里 希望你不要吝啬你的赞哦 谢谢你拜拜